瓦格納到了白俄之後 放了一條大狼狗 擺在白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邊界 歐盟 美國 烏克蘭 對於這次事情都很小心 俄羅斯現在死有危難的時候 你如果去追他的話 他會翻搖以後 普丁在政治上要生存下來 他必須在烏克蘭打出盛戰 打得比瓦格納還殘酷 瓦格納的口號是 鮮血 榮譽 諸國 勇氣 普丁手上的殺手鍵都還沒用 不接受投降 格殺勿論 瓦格納到了這個白俄之後呢 你覺得對整個俄烏戰士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他還是維持 對烏克蘭施壓的一個態勢 那我覺得大概會到這個瓦格納的 到白俄羅斯瓦格納的部隊 人數不會少 人數不會少 而且瓦格納可能他總部 基本上以後就不會在斯大林格勒 也不會留在俄羅斯 可能就移到 移到白俄羅斯 他的整個的機制 可是呢 操控權最後呢 還是誰呢 還是普丁 很多西方評論也認為啦 這場兵變 暴露了普丁的某種虛弱面 所以呢 他在這個兵變結束之後 因為獲起肖強嘛 全世界舉世震驚啊 你覺得會不會給普丁當頭一棒 讓他開始第一個 整肅內部 那第二個呢 就開始用更大的力道 想要去結束這場戰爭 獲取一場更大的勝利 來重塑他的威望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啊 那尤其在這個時候 一定是全軍啊 高度戒備啊 甚至會主動出擊啊 對 因為這個時候是 對俄羅斯來講 是出現了一個 一些什麼講呢 一些 對他的明星士氣也有影響啊 有影響 有影響 不過問題就是說 普丁再一次展現他的實力 就是他可以在24小時內解決 對 這個也是讓大家看傻眼 這個不容易啊 最後這個 我覺得談判最重要 你要有一個解決 你給 你給普里格金跟瓦格納 什麼一個解決 對 你看 第一個不追溯 對 所以刑事調查停止 對不對 沒有秋後算賬 對 然後讓你到 讓你到白歐羅斯去 讓你非洲的業務繼續辦 嗯 那麼另外一方面 你要跟 國防部簽約的 繼續簽約 對 雖然就他把它處理掉了 但是大家看到 普丁哎 竟然也會遭到背叛 而且這個背叛他的人 跟他有幾十年的交情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普丁的 也不是不能動搖的 我想很多西方國家 都在想這件事情 不是不能動搖的 那也是有縫隙的 只是 即使像瓦格納啊 這樣 其實他是蠻有民族 蠻有民族情感的一個人 但一樣啊 一樣 一樣這個 有這個叛變的問題 所以你覺得普丁呢 接下來他會 怎麼在烏克蘭戰場上收場 我覺得他現在 你說 對普丁來講 他已經達到 他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戰略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已經把這個 俄羅斯的本土 跟這個 就是說 跟這個 跟這個克里米亞 完全連 陸陸線通通打通了 然後克里米亞所仰賴的 這些 不管是各方的後勤補給的問題 都解決了 另外最近 西方明年還講 他基本上 把亞素海整個拿下來了 亞素海變成俄國的內海 這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說 少了瓦格納 對他的戰力 對他的手勢 不會有什麼影響嗎 應該還是有影響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影響 這裡面就是說 普丁他無法 逃脫其咎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怎麼會把這件事 釀成最後搞成這個結果 也就是瓦格納 明明是你的私人軍隊 然後 普里格金是你的 你所指定的領導人 為什麼最後會煩你 但是這個過程中 普里格金跟這個國防部 少一谷部長之間的 這個爭執 在這個過程中 只有你普丁能處理 那你是不是過於 輕忽這個問題 最後釀成這個 最後釀成這個結果 然後我想 整個少一谷代表的 應該是普丁 他不會有自己的意見 他就在普丁的旁邊 所以呢 最後就是說 要收編瓦格納 把這個瓦格納組織 完全收編去 當然也是普丁的 普丁的這個意志 那這個決策 當然你有這個決策 可是問題執行上出這個問題 普丁跑得了責任嘛 對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看不管是歐盟 美國 烏克蘭 對於這次事情 他們都很小心 都不敢動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 這個敵方 也就是俄羅斯 現在是一個怎麼講 是一個在有危難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如果去惹他的話 對 他會大 反咬你一口 對 所以 普丁手上的殺手箭 都還沒用了 隨便一顆炸彈 可以給你一個鋁 都可以把你整個抹掉 我想 那個薩爾瑪特 都已經就執行位置了 就執行位置了 所以第一時間 美國就通靈外館 叫外館保持沉默 不要對這個事情發表評論 那拜登也說 這個事情跟美國沒有關係 那還有點時間 我們就來講非洲 我說這個普丁 是不是一石二鳥 既收拾了這個瓦格納 然後又武裝 不算收拾了 蕭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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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武裝了這個白鱷 不算武裝白鱷 也不算 就是放了一條大狼狗 擺在那個 那個 白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邊界 白俄羅斯的邊界 離基辅多近 你知道嗎 50公里 就是台北跟基隆 他就要怎麼辦 所以呢 在兵變之後 對於接下來這場 烏克蘭這個戰役 俄乌戰爭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普丁跟邵伊古 如果未來在政治上 要生存下來 因為整個俄羅斯 雖然很挺普丁 但大部分都是防俄派 就要恢復 俄羅斯帝國光榮的這一派 他必須在烏克蘭打出盛戰 要不然怎麼蓋得去 瓦格納所立下的傳奇功勞 對啊 那要打就要打得 比瓦格納還殘酷 瓦格納殘酷到什麼程度 不接受投降 格殺勿論 一般人打 但不會打得這麼殘忍吧 看到有人投降 就接納了 投降就接納了 你大國 你不是小國 你不是游擊隊 結果他打在 你看巴赫木特 他打到殘酷到什麼程度 他不過是兩萬人的部隊 讓所有烏克蘭27個旅上陣 全部被他打敗 然後更殘的是什麼 27個旅裡面有十幾個旅被打殘了 打殘了無法恢復 他原來的功能 而且相當的殘酷 死骗你 大家還沒辦法統計數字 那這麼一個殘酷的部隊 傭兵嘛 他們也會很 而裡面有很多殺人犯 調區的 那個殺人不眨眼的 一聽到說 殺人算數目以後可以免除刑棋 他怎麼不殺 那你其他正規軍不可能這麼殘酷嗎 不可能 可是普丁跟烧伊古的壓力底下 搞不好就會這麼殘酷 不然你怎麼打這洋雲戰爭 你看 所有的為什麼被撐角落機 巴赫木都為什麼被撐角落機 派進去的烏克蘭的軍隊幾乎是 可以說是有去無回 所以你覺得在這個兵變之後 會刺激了普丁用更激烈的手段 更激烈手段 這是我的推測 也很多那個軍事博主網站人的推測 會更殘酷 以前普丁都會平民區不打 生活設施不打對不對 然後如果對方投降這些 然後這個軍事補給車打對不對 但正常的生活營區不打 所以傷亡率才是在 最近幾十年戰爭裡面最低的 對 但因為已經打了這麼久 大家都兵品馬困 在這個瓦格納送走之後 他的正規軍守得住嗎 沒問題 沒問題 因為俄羅斯正規軍最不善打的 就是城鎮作戰 但是能夠打城鎮作戰 只有少量的俄羅斯的軍隊 再加上車程的軍隊 再加上瓦格納軍隊 擅長做城鎮作戰 那如果說他放棄城鎮作戰 直接把他轟平了也可以 對俄羅斯來講這不是問題 像美軍的打法 美軍不打城鎮作戰 美軍就氣就通通把你炸光了 所以普丁搞不好玩這個遊戲 而且現在在烏克蘭的戰爭形勢 靠北部的戰線 俄羅斯是占便宜的 靠南部的戰線 烏軍反攻攻不下來 而且兩個北約旅是被打掛了 所以整體來講 我怕這個普丁犀利恒 對 怕犀利恒 而且邵逸谷這一下子 炎面掃地 其實普丁也炎面掃地 獲起消遣 對啊 炎面掃地 對啊 他一定要靠一場很強有力的 戰爭的勝利來恢復他的光榮 要不然明年普丁要競選 那怎麼選 對 瓦格納其實創造了很多傳奇 對 不只是在這個 全世界民眾的這個心目當中的印象 在這個俄羅斯民眾的心目當中 就是英雄啊 他是英雄 因為他跟美國的黑水公司的傭兵不一樣 美國的黑水公司純粹是拿錢辦事 但是瓦格納的口號是什麼 我唸給大家聽 大家就會覺得這個兵團不一樣 他的口號是鮮血 榮譽 諸國 勇氣 我唸給大家聽